好主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锦销人员接获通报赶到现场 可以看到这个民宅呢 是不断的窜出浓烟 甚至屋内还有火势 还在延烧当中 他们是赶快拉了水线进到屋内来灌旧 但是可以看到 里面全都复之一具 就在宜兰的原山路二段 今天清晨是发生了这一起严重的火警 但是呢他们第一时间 进到火场的时候 竟然发现有一名男子 是坐在一楼非常的着急 原来他行动不便 根本没有办法逃 而消防人员赶快把人救出去之后 竟然也在二楼的阳台 还有另外一名男子 也在等待救援当中 幸好他们赶到现场之后呢 是把两人通通救了出来 但是可以看到 里面几乎全都烧成一片焦黑 现在火调科也回到现场 要来调查整起事发原因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真一情形 现在时间镜头就很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